很多民眾家中沒有洗衣機 都會像這樣子把衣服啊 或是備單送到外頭的洗衣店 不過現在呢 其實不只是洗衣 甚至還推出轟衣 以及遮衣服的服務 成堆的衣服 備單一件接著一件折 你沒看錯 這裡不是服飾店 位在新北五谷 這間複合式自住洗衣店 有別於一般店家 有店員在場看顧 等於民眾丟完衣服 也事先投避轟衣 就能離開交有店員幫忙 洗衣服真的很煩 折衣服更煩 如果小孩子沒有炒的話 至少要一個小時 如果是冬天的話 基本上要兩天才會乾 但幫折衣價格也要另外寄 一桶15到20公斤衣服收50元 一條龍代客洗轟折 則是最高收費2008 代客洗轟折 客人比自住洗的還要來得多 對 所以帶動整體業績 要三到四成左右 還有另一間的複合式洗衣店更狂 也就是呢 你來這邊洗衣服之後 還可以到旁邊來邊喝咖啡 邊邊吹冷氣等待 咖啡好了 衣服在一小時後好 新北市樹林這間複合式洗衣店 同樣主打代客烘洗 只要是會員 帶送和幫忙折衣免費 大約半天可以完成 若是自住烘洗 想要折衣服務 也能通知店員不用假假 結合了咖啡店之後 其實在業績上面 也是表現得還不錯 是因為洗衣的時候 他們同時也會想要吃個點心 還有雲端服務 隨時查看洗衣狀態 稀好時會通知領取 進一步比一比各式洗衣店服務 一般乾洗店只能送洗一件計價 可幫折衣 但大多不能當天領 自住洗衣店方便快速 但無人看顧 較美保障 複合式洗衣店可自住洗 也可代客洗烘折 但大多店家折衣服要另外收費 洗衣店花招越來越多 方便民眾 同樣也是要用新噱頭 帶動來客量 天月新聞 網上趙慧縣新北市報導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 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 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